大家好,我是Chu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五凌晨,歐洲聯第二圈次回合 有塞爾維亞球隊和鑊丁娜 在主場迎戰荷甲的豪門亞迪士 就算亞迪士首回合取得一球優勢 但他們比賽過程佔盡優勢 雙方競爭力存在極大差距 所以相信今次亞迪士可以贏 在歐洲聯第二圈首回合的交手當中 和鑊丁娜是0比1不迪亞即使 晉級形勢處於落後 今次會面對巨大難題 雖然歐戰對於和鑊丁娜來說不陌生 但他們近年的戰績就麻麻 甚至很少殺入小組賽中 往往在外圍賽就止暴 現在在首回合落敗的情況下 想要翻盤就有點困難了 要留意 就算和鑊丁娜首回合只失一球 但球隊實在處於下風 其中全場比賽危險進攻52比106 射陣次數3比9 以空球率39比61 看到和鑊丁娜沒有能力反敗為勝 另一邊亞即使上季聯賽處於地獄式開局 所以他們最終只能在聯賽排第五 幸好他們在歐戰當中獲取支架 在歐洲聯第二圈踢起 在面對和鑊丁娜首回合的比賽中 憑著寶文的全場唯一入球 亞即使是1比0取勝 而他們全場比賽佔盡優勢 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只能入1球 對於亞即使來說 真的不算表現得太好 而今仗來說 絕對不可以有閃失 也要留意 亞即使上屆歐洲聯繫 只剥一小組賽 六戰獲5分 當然聯賽上 亦拖累了球隊 令他們的戰績無法更上一層流 亦無法多線作戰 今屆捲土從來 期望亞即使可以在歐戰中 踢出好成績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並且使你來拍攝 我們的節目 提升 都在拍攝 都進行 最後 討伐 你 希望